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本书 然后这本书的英文名叫A Christmas Carol 然后中文可能翻译成是圣诞节一首作诵歌 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先介绍一下 作者是Charles Dickens 然后作者本身就很有名 他曾经写《国双城记》 然后《Blai Calls, Great Expectations》 以及很有名的一个还有很多的其他一些名著 然后今天我教这本书 它主要针对对象时一些小孩子 六到八年级的小孩子 然后这本书它当然也有电影版本 有不同种电影版本 然后这本书本身后是在讲的这个主人公叫Scooge 然后他本身刚开始在故事刚开始 他的形象是非常的糟糕 然后非常的坏 然后是个资本家 然后不要小气 然后对别人都很mean 然后呢在故事当中 然后这个Charles Dickens 他设计了三个鬼 然后这三个鬼的形象出现 是以Scooge本身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这三个人 然后在故事发展当中 然后Scooge 然后他就碰到这三个鬼 然后他发现在跟这三个鬼 过去的自己 现在自己 对话当中 他发现在这些身上 他发现自己的不足 然后他先知道 在过去 要变成以后 如果要变得更加好 然后对人家更加kind 然后如果去care about others 这些点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 从这些过程当中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好的人物 然后在这本书的 介绍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从他的背景来看 可以了解英国当时工业革命时期 维多利亚时期 然后工业革命当时的资产阶级 和那些工人阶级 他们的差距 以及如何剥削那些穷的 一些小朋友们和穷的工人阶级 然后但从文学角度 也可以观察到一些主人公 然后反派 然后以及斗争 然后如何来去分析主题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很好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对 我们见到先这样 感谢观看